我们来看一下,那么的话,呃,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菜单,是吧,我们这个菜单在缩小的时候怎么样呢,来缩小,是吧,缩小的时候这个右边这里是不是没有那个小图标啊,它这里是不是有啊,是吧,这个小图标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啊,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我们没做上去啊,这个小图标的话也是做到head里面的啊,做到head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啊,这东西的话这里面有代码啊,这个head里面,那么我们这是不是有个head啊, head我们刚刚是不是放了个logo进去了,是吧,只放了一个logo吧,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它那个什么呢,小图标啊,这是bottom是吧,然后class的什么呢,NV bar toggle这样一个东西啊,好,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把它拿过去啊,bottom啊,先拿这一步过来啊,然后是放到这个是放到这个NV barhead里面是吧,放到这里面啊,好,放到这里面啊,好,放到这里面 然后它是这样子啊,是吧,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好,这样一个东西啊,好,这样放进来之后我们在里面随便写点东西啊,比如说随便写点东西啊,写几个字是吧 写几个字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吧,看一下效果啊,好,来刷新一下,刷新一下之后,然后我把这个屏幕缩小是吧,这地方是不是有个东西啊,看到没有 有点东西是吧,有点东西啊,就是刚刚我敲了那个字是吧,有点东西啊,好,这个东西不是太显眼 然后它里面是三个小横杠,是不是这样的啊,小横杠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里面的东西啊 小横杠就是它用这个span做的啊,看一下啊,小横杠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代表一个横杠啊 这个代表两个,这个代表三个,是吧,比如说我放一个进去看一下啊 放一个进去之后,那么这个就是有一个小横杠了,是吧,放一个了啊 放一个之后再看一下我这个啊,好,比如说刷新一下,是吧 这是不是有一个小横杠啊,有一个是吧,好,放三个啊 两个,三个,是这样的啊,三个小横杠啊 好,刷新一下,是吧,这样就那么这个是这样子了,是吧 这样子了吧,好,这就出来了啊,它就是这么做了,这个东西就代表着一横,是吧 它里面已经写好了,是吧,好,那么的话,这个相当于是基本的这个什么呢 基本的这些什么,这个结构都写好了啊 接着我们要做这个切换效果,是吧,切换效果 就是说一开始的话,应该是什么呢 一开始,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是把它从这个什么,大尺寸什么呢 把它缩小的时候怎么样 所以说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这个时候只显示什么,只显示logo和什么 右边这个东西吧 这一块应该是藏起来的,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点它,它才显示出来 不点它,它应该藏起来的,是这样子啊 好,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该怎么做啊 这个时候的话应该加一些结构啊 加个什么结构呢 加这个结构啊 那么这里面有写啊 加一个什么结构呢 加个这个结构啊 这个结构,这个结构是干嘛呢 这个DIV把这个菜单和什么,和表单把它包起来 加这样一个DIV,是吧 然后这个DIV的它的样式的话 等于claps,什么 NAV,claps 好,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里啊 好,刚才我们加了这一块吧 是吧,加了这一块啊 这是新加的啊 这新加这一块啊 接着我们还要加什么呢 加一个DIV把这两块包起来 没有没有 好,在最外面加一个DIV,是吧 在最外面加一个DIV DIV,class等于什么呢 这个claps吧 claps claps,是吧 这么写吧 claps,NAV bar,claps,是吧 claps,然后是NAV bar,是吧 collaps,啊 C-O-L-L-A-P-S-E 好,用这个DIV怎么样 把这两块把它包起来 就这么简单啊 包起来啊 好,包起来了吧,是吧 好,包起来之后 那么相当于我们加了两个东西啊 加了一个这个什么 那种刷层杠的小图标,是吧 然后再加了一个 这个容器 相当于加了一个DIV 把这两个包起来啊 包起来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好,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缩小 缩小了怎么样 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了,是吧 可以了吧 好,放大的时候是这样子,是吧 好,缩小的时候怎么样呢 就变成这样子了,是吧 变成这样子啊 好,我们再点,是吧 点是不是没效果啊,是吧 点没效果啊 点没效果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还得加点东西啊 加什么东西呢 加把它的什么 把它的那个什么 这个效果得加上去啊 就是它里面的戒牙式效果得加上去 戒牙式效果怎么加呢 直接通过属性来加 它就有戒牙式效果啊 属性怎么加呢 比如说我们这里啊 这里的话得给一个ID 这里给一个ID啊 给它一个ID ID等于比如说 比如说这等于买什么 menu,是吧 这个随便取啊 等于买menu啊 这个地方给个ID是吧 刚才这个容器这个地方给个ID啊 记得啊 比如说买menu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个按钮就是那个按钮吧 那个小图标吧 它是不是就是操作这个菜单的显示和隐藏啊 是吧 它里面在给点东西啊 给什么东西呢 给这些东西啊 好 那么这里面有写啊 好 这里啊 给什么呢 这里 这里有写啊 这个不是这里啊 这个菜单啊 这里 好 它给个什么呢 给一个DataToggle等于Collapse啊 DataToggle等于Collapse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BullSale里面 如果牵涉到像这种Data的这种东西的话 一般是要做效果的 是吧 牵涉到做效果就要加这个什么属性啊 DataToggle等于Collapse 表示它是一个什么 切换的效果 就是一个什么呢 Collapse 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显示和隐藏的一个效果啊 Collapse的话应该属于塌陷的意思 就是说它是一个展开和 收缩的效果啊 就这个意思啊 就是伸缩的效果 然后这是加了一个效果 是吧 这个效果的话 针对于谁呢 那么DataToggle就是针对于谁呢 针对于我们这个 加了ID的这个东西 是吧 这个DataToggle就等于什么呢 MyMenu吧 MyMenu是不是这样的啊 MyMenu啊 然后记得这个地方经常放错了什么呢 记得要加个警号啊 那么有人如果不加警号的话 这个也出来啊 那么就DataToggle等于Claps DataTarget等于MyMenu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加到这个地方来 加到这个按钮里面来 是吧 好 加到这个按钮里面 那么就是Data 是吧 Data什么 DataToggle 是吧 DataToggle等于什么呢 Claps是吧 Claps啊 C-O-L-L-A-P-S-E 是吧 Claps啊 然后DataTarget啊 Target就是目标啊 目标啊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这个ID是吧 这个ID名啊 ID名记得一定要写个警号啊 要不然这个出不来啊 警号 MyMenu是吧 好 你这里写什么名字 这里就写什么名字 这样子吧 好 这样子啊 好 这样子我们再放成这样子之后 再看一下行不行 是吧 再看一下啊 好 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 看一下 是不是变小了 是吧 好 点一下它 展开了吧 再点一下是不是关了 点一下展开 点一下关了 好 就是说它这里面的效果 它已经封装好了 是吧 你只要按照这个写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没有没有 就是它这样子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菜单的什么呢 菜单的这个效果的制作啊 好 就这样子